在Webduno裡面,我們剛剛先測試一下 看看它的音量、大小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做怎麼辦 在這裡面,它有幾種方式 有幾種方式 一個就是像你看到的 我就一個音、一個音 音符這樣打進去 這是一個方法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你要會看這個東西 這次叫Do Mi Do Re Mi 對不對 那後面會有這個數字 這個就是它音階的高低 如果你看過那個以前有學音樂 我們不知道那鋼琴嗎 一個八度、一個八度、一個八度 好 像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它的音高 後面就是它的節奏 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全音符 有沒有 像這樣 那因為一個一個音打比較累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把它串成一串 這樣就是一個就好了 所以呢我在這個地方 你看 蜂鳴器 有沒有在這邊 對不對 你把這個拿出來 這個我先丟掉 在這邊 有1到7 這個1到7其實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音階 那因為我們這個蜂鳴器那麼小一個 不太有低音 原則上你應該是要到5、6、7 比較會聽得到 就高音的部分比較聽得到 低音的部分幾乎沒有 後面節奏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分母 就是一分音符就是全音符 二分音符、四分音符 你就要一個一個拿 比如說這邊四分音符 然後這邊三分音符 如果一樣的 程式設計師就喜歡偷浪 就一個8 代表全部都是8 像這樣子 這樣 然後這邊一下尾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有困難 不要亂 來 WIPER DUNO 好處 它針對某些元件 都有提供小工具 這個在模擬器沒有 但是你只要在它的相關的 比如說我現在是用蜂鳴器 我就在蜂鳴器 機目的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按右鍵不要放喔 有沒有個叫小工具 這裡 按下去 有沒有就有鍵盤可以用了 但是呢 你要把你的device ID 還有你的腳位先設定一下喔 所以我回到這邊 把我的device ID 好 複製起來 按一下 設定 有沒有 設定好了 下面就可以用了 這個時候 你在點這裡的時候 這樣有沒有比較聽得清楚 對不對 你這樣有了 你就知道 我們剛剛講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音階 一二 這樣了解了 那我們知道 米發跟喜都 是不是都是半音 所以就沒有這個黑鍵嘛 黑鍵是高半音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 你可以按看看 因為每一個的那個 風明器 不大一樣 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看看哪幾個音 是你的聽起來 可能比較大聲 或比較適合的 你就可以從這邊選 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按 開始記錄喔 它就可以把你彈的過程度下來 預設的速度是8分以5 那這裡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啊我又不太會彈 你只會那個 dodo so so na na so 還是那個 有沒有 哥哥爸爸 隨便你 你可以像這樣去彈 就這樣開始記錄 像我這個收就不太有 有沒有 發發咪咪 對對 好 你如果好了 我就停止錄音 你可以先播放一下 像那個 這個 不太聽得清楚 我可能就要改另外一個音階的 這樣了解喔 那因為你這裡已經好了 你只要把它複製起來 就可以拿回來這邊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貼上 對不對 就可以拿來用了 所以 WebDuel它都會有一些 像這樣 讓你比較方便去使用的小工具 就是模擬器裡面沒有 但是體驗板跟雲端平台都有 請問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萬一你再不會怎麼辦 要怎麼 你說我的樂譜我又不太會啊 所以我有幫你準備 你往下走 往下走 到簡報第五十七頁那裡 有沒有叫人人鋼琴網 這對岸的 但是它好處是它上面提供的 有簡譜 有鋼琴譜 你都可以去看 比如說像下面這一首 我想這一首應該大家 小時候都聽過 鐸雷米發瘦 鐸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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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鐸雷